请接盘 台北市代监学习基地顺势启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曾灿金及多位贵宾 在成的国小的南港勒林学习中心 共同为全国第一所代监学习基地接牌 代监学习基地将推动老幼共学课程 让祖孙之间透过彼此学习营造生活乐趣 也让长辈们透过多元学习能达到健康老化的目的 现场特别安排社区长辈教导小朋友包水饺 传承长辈的好手艺 市长柯文哲与教育局局长曾灿金 也一起动手包水饺 体验老幼共学的乐趣 因为孙子要吃 所以我们做的都是一口奖 最后一个 一口奖 我这样讲的泄露机密 就是说人家说你怎么会跟岳父岳母都搬到我家来住 这为什么 因为去外面雇佣人还有钱 哇这一下就讲出真正的理由 所以岳父岳母 这也是人质常情 我发现特别是我们的替女儿做大家比较不会抱怨 替媳妇做就写写亮 所以我就发现 所以结论是跟岳父岳母住最安全的 然后照顾品质也不会太差也不会抱怨也不会什么 所以说我们的小孩子都是岳父岳母养大的 这一下子又泄露国家去 这也是实情 因为双亲家庭大家都上班很忙 你闹办法 所以后来发现照顾那个孙子儿女已经变成这种阿公阿嬷的责任 当然 当中是在家庭的现况 拿到学校来 所以祖孙共学 在我们一上阵就开始在推 祖孙共学 我相信这个将来 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计划叫EOD计划 因为台北市236个学校 70%的校舍在未来15到20年要改建 因为这个 教育局已经有资料给我们看过 因为当年民国57年、14、9年国民无教育 所以那一下学校要改很多 到现在为止都满50年了 所以本来就要抬放 所以现在想说如果假设从现在开始 所以后来为了这个我们特别在 傅秘书长 找一个傅秘书长专门负责这个业务 未来大概15到20年 台北市70%的校舍要改建 在改建过程当中 如何把这种 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里面解决掉 所以将来这种祖孙共学 这种 我们叫代监学习 将来变成一个主流 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学校范围内有幼稚园 也有 那社区大学的 热灵学堂 有没有办法让这两组人 去在里面一起活动 这个就要涉及教材要怎么做 私事要怎么做 基地要怎么做 那个 因为就是这样 你要做这种 课程 空间也要特别设计 这有什么好处 我会发现 你那个 长者跟小朋友玩 又比较年轻 你每天回去老人看老人都不想看什么 对不对 你这几十块 几十块 几十块就算 这个我们说课程设计是这样 我发现我们现在那个小朋友 我有看过那个小朋友 吃奶嘴 吃奶嘴 那在罚手机 所以这个叫 我们知道 叫罚世代 我们知道什么世代什么世代 罚手机的世代 我真的有看过那个 他在吃奶嘴 大概差两岁 我看两岁 已经在罚手机 所以是这样 能不能让小朋友来教 我们的长者阿公阿嬷 山西产品 倒过来 像今天摆出来这个 那这长者总是有东西可以教小朋友 叫他们煮菜 这个就有趣的互动学习 所以 大概我们这个代监学习 不然是从乐龄学堂到代监学习 这大概是也是时代潮流啦 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准备 师资啦 教材啦 还有这个空间的设计 大概就是一个重要责任 我想 我们这个超高粮的社会已经确实来临了 那我们在社区大学是 for 55岁以上的 这个长者来学习 那乐龄学堂有一些部分是 for 65岁以上 那我们现在成立第一所代监学习 强调是 祖孙共学 老少共学 也就是说 长者 他很多的 修罗才 甚至很多的 文化的 习德 包括本土语言的教导 然后他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哲学 怎么成功 做人主事 其实可以教给 可以教导给孙子 那孙子呢 他们有 他们是数位原住民 他们在山西方面有很强的素养 可以透过这些他们的素养 来教我们这个 阿公阿嬷 比如说怎么样用LINE啦 怎么用FB啦 怎么样跟社群做对话 也让我们长者能够跟上时代 能够来善用自信科技 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老少 祖孙来共学 来增进彼此之间的 这个 和谐 共农的学习 那我们未来呢 我们希望会在每一个行政区 推一到两手的代监学习 希望让我们的社会 能够朝共学分享的 这个方向来努力 等一下 我们也欢迎现场的来宾 一起跟着我们 运动一下 最后一次啊 双脚往下 爬步下蹲 来往上 很好 最后一次啊 大声一点点 我来听一下 是谁的声音比较大 我还叫是 说我阿爸的声音比较大声 小朋友不能说 加油 很好 社区长辈和小朋友也一起进行太极有氧运动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欢乐 市长柯文哲说 台北市今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台北市率先全国成立代监学习基地 透过研发各种代监学习方案 促进不同年龄层间的互相学习与理解 达成世代融合的目标 教育局也指出 未来全市各行政区将陆续成立代监学习基地 让长辈们透过活到老学到老 迈向健康老化的精彩人生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